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皇家评测 我是你们的一帆 Vivo S系列作为蓝厂聚焦人像的产品 这几年最明显的魅惑之一 体现在了后面这颗智能柔光灯上 之前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 这颗柔光灯就在光线复杂的夜景上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另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就是Vivo在S系列上坚持的东方美学设计 尤其是S18 Pro上 尤为明显的现代工艺与传统比色的碰撞位 所以这一次我们想借鉴去年底 火爆全网的某时尚盛典 带着几块多巴胺色彩的窗帘 走遍全北京的传统地标 拍摄时尚大片来一场古典与现代的交响 看看这台Vivo S18 Pro 能不能凭借新升级的影棚级的人像拍照能力 成功改的时尚大片 在天坛 中国古代的传统东方建筑美学 被发挥的灵灵尽致 其中最著名的企年店采用结构复杂的三重年设计 并且融合了汉 藏 蒙古等多种文化元素 造作了华丽壮美的建筑杰作 在Vivo S系列上 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东方美学的存在 这次S18 Pro的花四集 以花为主 采用浮光雕花功力 将花瓣绽放的动态光影展现出来 在光线下非常的耀眼 为了切合企年店的蓝色琉璃瓦 我选择了蓝色的窗帘 拍出了这组人像的片 传说白塔之下 不管任何角度都看不到白塔的影子 这座有着750年历史的白塔寺 藏在西二环胡同中 冬日这里安逸悠闲 最是能感受到胡同里面的人间烟火器 S18 Pro的影棚集画质 还体现在了自拍上面 采用5000万像素的前置 能拍出清晰的自拍照 层层放大 也能看清妆容细节和皮肤的质感 在Vivo一脉相成的人像算法下 还能修复脸部瑕疵 在注重细节的前提下 拍出最美的时刻 曾经有着庙会的龙福寺 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 龙福寺逐渐被现代化建设所取代 这里最能体现历史的厚重 与现代的活力 交织在一起的魅力 虽然天色逐渐变晚 但是S18 Pro的大抵主摄 依旧可以拍出纯净通透的明像照片 而且也能还原出脸部细节和质感 这里我用绿色的长帘 搭配龙福寺的红墙 映射出古建筑的红砖绿瓦 而且在亮度不高的情况下 低饱和度的红绿配色 也有着一种高级的碰撞感 历史优走的前门大街 在明清时期就是一条商业街 目前前门大街依旧保留了 古老的建筑风格 是一个融合古今特色的步行商业街区 虽然是旅游淡季 但是这里的人群依然是熙熙攘攘 这时候最适合二倍长招人像 能很好的避开人群 扑出人物的主体 也能带来自然的虚化光斑效果 拍摄夜景人像S18 Pro的智能容光灯 就非常有用了 还能根据环境自动调节色温 来匹配当前的暖色光环境 在这里我选择了黄色的窗帘 不用带各种专业的灯具 也能拍出明亮清晰的夜景人像 能很好的切合暖黄色的灯光氛围 即便是有黑的夜晚 也能拍出城市夜景人像的大片 S18 Pro除了后置柔光灯之外 前置也具备了双柔光灯 就算不是灯火通明的夜晚 也能拍出清晰的自拍 在各种窗帘与景色的融合下 S18 Pro凭借影棚级的画质 给我们带来了这几组人像大片 可以说顺利地完成了整个拍摄过程 而且全程都不用多么复杂的布置 只用一台S18 Pro和一张窗帘 就能拍出这些具有冲击力的人像照片 即便是色彩复杂的白天 或者光线不足的晚上 S18 Pro都可以高质量地输出人像大片 尤其到了夜间 前后柔光灯的配置 不用担心场景昏暗 随时随地能为人脸进行补光 再加上个性化的多巴胺胶片相框 Vivo S18 Pro就是一台可以随时随地地 输出绝美照片的拍照神器 而且经过这次的拍摄 我深深感受到了古人们的艺术造诣 每个结构都能体现着 穿越时间的智慧和匠心 我相信Vivo也对此感同身受 从磁细玉石到山水画阵 Vivo S系列一直都在 从东方意境中汲取灵感 如果说这次的拍摄 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 那么在S18 Pro上 就能感受到科技与艺术的交融 一种独属于S系列的浪漫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豪嘉评测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我是伊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